Q&A 慘了慘了 公車架作站這裡是哪裡啊 哈 有了 喔 在那裡 哇 好險 我剛剛差點就趕不上 未來小學堂的錄影了 不过我的手机刚好有扩增实际AR的导航 所以它可以告诉我路怎么走 而且到了路口之后 它可以告诉我要右转还是左转 简直就是我们这些超级路次的 就是主啊 给我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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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我决定了 我们就来好好研究一下 我们的扩增实际AR 对了 还有一个跟它长得很像的兄弟 叫做虚拟实际VR 我们也一起来研究一下吧 我的身体浮起来了 怎么会这样 哎呦 我腿都软了 不行不行不行 等一下 好险好险我还在这里 刚刚啊 我以为我坐上了云霄飞车 而且那种逼真的感觉 让我都骑了鸡皮疙瘩了 不过就像这样 模拟你看到的 听到的 甚至是摸到的东西 这样子让你经历在现场的感觉 就是虚拟实际VR 明明是虚拟的影像 却带给人真实的感受 到底这个虚拟实际是怎么办到的呢 答案就是欺骗我们的大脑 那要怎么样进行这场骗术 这个方法就是从我们的视觉下手 首先不管这个虚拟世界是用电脑打造 或者是用影片拍摄 画面越精致 感觉就会越逼真哦 而且还要做出 360度的全景画面 所以啊 不管你是看上看下看左看右 这样的头转到哪里 你的画面就会到哪里 就跟现实世界一样 还有虚拟实镜通常都会借助特殊的VR眼镜 你只要戴上它 就可以让你沉浸在这个虚拟体验之中 增加生理奇迹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扩增实镜AR 这个扩增实镜AR 它可以让我们在真实的世界 看到一些 喂 你不要乱想 无数的不是阿飘啦 无数的是那些像是装饰啊 或者是又像贴纸之类的东西 然后呢它们可以透过萤幕 巧妙的跟真实世界的东西整合在一起 它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其实只要透过定位系统 或者是相机的功能 机器就可以辨识我们人在哪里 有什么背景 接下来就能把事先做好的影像 叠放到要放的位置上咯 总之我们的日常生活 到处都有AR的影子 小到买衣服 买手表 大到房子 装潢 甚至你想要买游艇都可以咯 对了 AR还可以拯救生命 帮助医生透视内部器官 或者是让消防员移到火场 先看到建筑的内部结构咯 至于可可我 最喜欢的就是跟朋友试讯的时候 用这个AR的特效 对了 还有刚刚啊 我走到公司的时候啊 用了这个AR导航 没想到我的生活已经充满了AR技术了呢 嘿嘿嘿嘿嘿 不过说到这里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其实AR跟VR是两种不同的技术哦 不过啊它们都可以带给人 前所未有的体验 而且就像魔法般的不可思议 嘿嘿嘿嘿 那至于AR跟VR 到底还有多少神秘的地方 就留给你自己去发掘跟体验咯 那我是可可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你有看过AR和VR的展览吗 戴上VR眼镜 虽然知道这些都是虚拟的 Image 影像 却仿佛让我有了亲身的 Experience 体验 至于AR的应用程式 则有超厉害的Effect 特效 可以在生活场景里加上动画 还能跟它互动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音乐聊天室 我们下次见咯 See ya 今天介绍的单字有 Image 影像 Experience 体验 还有Effect 特效 好 诶 可可我问你哦 你知道为什么电脑会心情不好吗 电脑为什么心情不好 因为它当机了 不是 因为它有一个东西 所以它会心情不好 什么有个东西 它有什么 电脑有什么 每个电脑都有东西 硬碟 不是不是不是 跟硬碟有点像哦 硬碟有点像 有一种硬碟 有一个硬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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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家没有电话吗 谁家没有电话 我家呀 我家就没有电话 我家只有手指 然后从个成语去想哦 成语哦 对 所以也不是全家 也不是吉野家 所以 谁家没有电话 它要跟英文有关 英文 跟英文有关 对 天一 天一 真的假的 天一是谁 天一家没有电话 那天一是谁 就这样 柯柯我再问你哦 好 小小盒子本领大 随身膝带走天下 只要手中拿着它 随时可跟人通话 我知道 你知道 是什么呢 就是手机啊 手机 好厉害 好 柯柯我再问你一题哦 有缘有方 有缘有方 总是成霜 腿胯两耳 腰齐鼻梁 猜一件东西哦 有缘有方眼镜 啊对 这把眼镜是 耶 我就是天才吧 不好意思啊 不会 拜拜